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身体原因 想要泄认天书星了 天书出什么事了吗 按父亲的说法 倒是没什么身体上的不适 只是感觉精力越来越匮乏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一天 虽然父亲常常这么说 但看到他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 我心里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对了 父亲他现在在沿上茶室二楼 要不要一起来探望一下 父亲似乎很喜欢你们 能和你们聊聊天的话 他应该也会很开心的 好呀 那我们过去看看吧 天书 我们来找你聊天啦 哦 这可真是稀客 欢迎 慧心 你去找楼下的掌柜 再加一壶心道的茶 听说你们最近又去了不少地方 我也想听听你们的冒险故事 看来你们已经听慧心说了 放心吧 我的身体没什么大碍 只是岁月不饶人罢了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我开始对许多事情感到力不从心 最近这段时间更是感觉精力直线下滑 虽然大家都说我德高望重 但我也想趁自己还没老糊涂 把天书星的位置交接出去 天书星交接会很麻烦吗 在黎月七星中 天书星的存在比较特殊 历代天书星很少公开露面 大多是在背后出谋划策 所以不适合公开选拔 而且 我们希望天书星的候选人 尽量不要受各方势力影响 所以考核与委任也会相对隐秘 基于这些原因 天书星的更替 通常是上代天书星给出意见 其余七星成员共同确认 也就是说 是由天书推荐候选人 然后由克勤 宁光小姐 还有其他七星一起认命 没错 只可惜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 来不及对候选人一一考教了 不过没关系 我特地找来了一位能力很强的考官 说起来 听说你们已经和他见过面了 咦 是谁呀 真让人难过 这才多久不见 你们就把我忘了 来 没错 受天书邀请 由我来对三位候选人进行调查 你跟我一起来如何 这可是能提前认识下一代天书星的好机会 呃 你觉得呢 我也这么觉得 和七星搞好关系总不是什么坏事吧 那就这么说定了 不过天书 你平时喜欢在暗处谋话 我也习惯暗中活动 不觉得我也有成为天书星的前置吗 诶 叶兰也想当天书星吗 我倒是不介意 但你和宁光合作那么久 她恐怕不会轻易放任 这样好了 如果考察的结果是无人胜任 我就推荐你来帮我干这个活儿 没问题 这事先不急 考察的内容我已经提前布置下去了 等一下我们在一楼见面吧 在那之前 你们可以先把天量完 茶就不用付账了 作为炎上茶室的新主人 一壶好茶还是请得起的 聊完了 感觉天书确实没什么精神 有些困炎炎的 嗯 虽然这么说很残酷 但以天书现在的精神状态 确实不适合 再担任繁重的工作了 天书推荐的候选人总共有三位 分别是 乾伟 明博和知义 其中乾伟是富商出身 明博在黎月总务司任职 知义正在求学游历 你可以大致记一下 当然 记不住也没关系 等下我们会到月海亭考察他们 乾伟 明博 还有知义 勉强记住了 不过考察又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到月海亭再说就好 打起精神来 这可是涉及七星更迭的大事 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明白 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才行 站得我腿都麻了 真不知道那考察官在想些什么 这么重要的场合 连张椅子都没有 我也曾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还是第一次站着的别人 我倒是觉得还好 你那是习惯了 总是像这样接受现状的话 将来也什么都改变不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不讲道理 好了两位 为这点小事争吵实在有些不值 千伟 你刚刚的话有些重了 明博 你也别太计较 站了许久 谁都有些焦躁 我看不如这样 既然没规定 我们一定要站着等 那我们不如去附近商会 借几张椅子 也好 虽然那些椅子材质一般 但非常之实 能用就行 看来三位候选人 都已经到齐了呢 嗯 很快就会跟他们正式见面 在那之前 我先跟你讲解一下 这次的考察流程 这次考察 我分成了两个环节 分别是 时事方略 与现场问答 第一个环节 是让他们提交 离月发展规划 第二个环节 则是由我们 进行现场询问 因为书写 离月发展规划 需要时间 所以我已经提前 布置下去了 这些就是 收上来的报告书 哇 总觉得有一摞特别的厚 顺带一提 我对他们讲了一个要求 不管谁成为天书星 都要将自己规划的内容 悉数落实 除非发生什么重大变故 否则 不能更改规划书上的内容 所以 眼前这三落文件 其实代表着 他们三个人的立场 还有点时间 你可以大致看一看 对他们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我在旁边等你 看完之后就来找我吧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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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暂时保密 等现场问答结束后 我们再好好聊聊吧 可以让候选人过来了 一个一个来吧 先从前尾开始 是 哦 你们两位就是这次的考察官吗 本来以为像这么重要的事情 会是宁光大人亲自来考察 没想到居然来了我不认识的人 我的规划你们应该看过了吧 要是有理解不了的地方 可以找我讲解 好 好大的口气 抱歉 我没有特别针对谁 只是在阐述一个事实而已 刘云借风 你认识那位仙人吗 哦 我想起来了 你应该就是人们口口相传的那位旅行者 既然你声明在外 想必有些才学 说不定能理解我的构想 虽然我也没抱太大希望 啊 到我了吗 嗯 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我是明博 隶属于总务司 我在总务司工作了九年五个月零三天 先后处理过两千三百四十七宗事件 还有十二起正在处理 预计大概 十六天后会全部解决 目前我的工作与城市规划相关 也在负责账目验收与核对 准确来说是三部分账目 分别是 感觉他讲话有些磕磕绊绊的 是我的错觉吗 算了 先停下自我介绍吧 我直接问问题好了 啊 好 抱歉 你们好 说实话 我还真有点紧张 不知两位想问些什么 既然是考察 我会在我能力范围内予以回答 我看你的规划涉及各个领域 但你好像并未从事许多职业 你能保证自己的规划切实可行吗 两位有这样的疑问 我觉得很正常 不过对于规划 我很有信心 我从外出考察许多地方 与当地更为专业的人进行交流 最终得出结论 当然 不同问题之间错综复杂 对应的结论也有冲突 所以我想要的是平衡 也就是在所有问题中找到一个最优解 那你怎么判断自己得出的最优解 是真是假呢 规划施行前 由我的同僚 以及岳海亭的秘书们进行评估 规划施行后 一切以最终效果为主 如果真的是我判断失误 我会为此承担相应责任 回答得不错 那我们换下一个问题 感觉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呢 说话也很有条理 让人听着很舒服 现在可以简单地做个总结了 就像你看到的一样 前尾见识不凡 他在规划里写的许多策略 都切中要害 但他为人很有傲气 非常固执 也不太愿意体察身边人的感受 明博的规划更加全面 也更加稳健 能看出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 在细节处理上很出彩 但他与前尾似乎是两个极端 明博不善言辞 在与人交流中显得很弱势 总结得真好 好像的确是这样 不愧是燕兰 最后是知意 他的规划详识 方略可靠 涉及领域十分广泛 颇为难得 这可不是走马观花 不下苦功是做不到的 而且他性格谦和 待人接物也没什么问题 不过真正让我感兴趣的 是他的许多观点 都与天书不谋而合 如果知意顺利上位 天书应该也能放心 太好了 走 我们回去向天书汇报吧 和我预想中的差不多 那我就直接问了 天书 知意的规划思路跟你很像 这里面有什么理由吗 给你们候选人名单的时候 不方便说 担心干扰你们的判断 不过现在 可以聊聊了 那三位候选人 都曾跟我学习过一段时间 难免与我有些相似 不过前尾忙于经商 明博有总务司的工作要做 相比之下 知意待在我身边的时间更久 哇 天书是怎么和他们认识的呢 前尾是一位老友推荐给我的 明博则是我在工作中注意到的 至于知意 倒像是一个意外 刚开始 我们只是偶然认识的调友 后来慢慢熟络 才开始聊各种话题 知意出身寒门 父母过世很早 但他天赋出众 学什么都很快 看到他 我就想到年轻时的自己 于是经常在钓鱼的时候 指点他几句 他也会很快领悟 没错 不知不觉 他就成长到了这样的高度 现在想想 真是令人既欣慰又感慨 年轻人一个个成长起来 我也老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 生老病死 果然是人人都绕不开的坎 我怎么觉得天书的身体还很硬朗 能再为工作辛劳几年 你呀你 用不着安慰我 精力不够用也挺好的 卸下了担子 我终于能像个普通老头一样 自由自在的去钓鱼了 天书很喜欢钓鱼呢 想要消磨时光 钓鱼绝对是不二之选 而且 刚钓上的鱼非常新鲜 在水边处理一下 就能煮出一锅鲜美的鱼汤 新鲜的鱼汤 听上去就非常好喝 是吧 而且前段时间 芝蜜还从一位老鱼夫手上 买到了特别的食谱 最近每次钓鱼 芝蜜都会带一些处理好的辅料 加了辅料之后 味道比以前还要鲜美 真令人回味无穷 可惜我这把老骨头 恐怕喝不了几次了 下次能带上我吗 我也想尝尝看 言归正传 天叔 听完汇报之后 你有结论了吗 既然委托你来考察 那我相信你的判断 若非你们问我 质疑为何许多思路与我相似 我本不打算提起 我与他们三位的私交 举贤讲求公正 请你们务必刨除这些外因 将候选人的才华与能力调查清楚 再下结论 记住 一定要调查清楚 我明白了 走吧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那天叔 我们先告辞了 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嗯 果然就决定是致意了吧 你看 他规划写得好 说话又好听 不急 考察又没有时间限制 咦 难道夜来还准备了什么测试吗 那倒没有 对他们本人的考察已经结束了 不过给你们一个忠告 眼见未必为实 情报工作最忌讳的 就是只从当事人身上了解信息 真相外面总是蒙着层层迷雾 所以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去收集情报 文渊 商华 在 夜兰大人有何吩咐 突然就出现了不认识的人 吓到你了吗 这两位是我的手下 文渊和商华 作为我的得力助手 他们平时在附近警戒 必要时也会去执行各种任务 商华精通商务 喜欢以交易换取情报 文渊则多靠游说来获知消息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目前不在场的武配 那大块头在海上盯上有一段时间了吧 没问题嘛 印象里他可不会游泳 那家伙命大着呢 这点小风小浪还不算什么 商华 你去各个商会 调查前委的背景 文渊 你去黎月总务司 查一下明博的工作档案 是 那之意呢 之意 作为最有希望的候选人 之意当然是由我们亲自调查了 先去港口看看吧 那里人多嘴杂 是各种消息传播的地方 说到打听消息 不如我们去问问外有铺子的老板渤来 他一直在北码头做生意 说不定听说过什么消息 嗯 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去问问看吧 今天怎么在这里呀 不是我说 你们这批货要价也太高了 进货价都贵成这样 我还怎么往外卖 哎 老板 话不能这么说 这批日落果 我认第二 没人敢认第一 当初 我不小心掉到井里一枚 整个井的水都变甜了 就算这样 嘘 老板 再告诉你个秘密 荣发商铺的老板 也想从我这进货 我没卖给他 您要是不收 我只能勉为其难 跟他们合作了 好吧 既然如此 那价钱就按你说的来 有多少我要多少 一门也不能留给荣发商铺 嗯 你们怎么来了 先说好 这批日落果是我先看上的 你们可不能截胡 其实我们是想向你打听一下知义 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知义 那家伙的名声可挺响的 我听过一个关于他的故事 据说他出身贫寒 父母早亡 经常被身边人冷眼相待 他曾经的邻居就经常对他恶语相向 然而知义并没有因此报复 反而在邻居破产后 对他们一家多有造福 已知抱怨 终正平和 我怎么以前没有发现这种人才 现在倒也不迟 如果能请他作为我们万有铺子的形象大使 听上去是个好人哪 这下我们可以放心了 你们打听这个做什么 莫非 你们也想请他当什么大使 好吧 既然如此 那咱们驾高者先 诶 正好知义就在那边 不如我们直接过去谈谈 哪里哪里 确实是执意 看上去正在和琳琅聊天 走 我们跟上去听听 尽量不要让他发现 这样收集到的情报才更真实 我先回去拿聘请合同 喂 你们可不准吃毒食啊 喂 那我们边走边说吧 知义先生想要购置一套酒具 行家不骗行家 知义先生应该对我们店 也有所了解吧 不瞒你说 我的一位老友平时喜欢小酌几杯 他爱附庸风雅 又不想铺张浪费 所以 我想买一套高仿的酒具 用来招待他 知义先生真是体贴 这事就包在我身上 什么时候你有空 来西谷居取货就行 那就多谢琳琅老板了 哪里 知义先生名声在外 还能如此为朋友着想 实在难得 我也会回店里好好挑选一番 知义先生放心吧 感觉知义和谁都能相处融洽呢 这下夜兰可以放心了吧 就算在其他人眼里 知义也是个好人 先不忙下结论 我们再去他平时钓鱼的码头看看 哇 还要继续跑呀 你不会是因为想当天书星 才拼命证明之意有问题吧 说不准哦 不过 如果我当上天书星 一定会照着你们 到时候 免费请你们品尝各种美食 怎么样 这 真的吗 那我们再去南码头看看 还是一如既往的繁华 我听说在这里钓鱼的人 有时会把鱼卖给附近的鱼饭 我们先去找老孙问问吧 客人 今天要买点什么 打扰了 我们是里岳钓友会的成员 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听说 有一个叫知义的青年 调记高超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他 哇 叶兰他编造身份时 眼睛都不眨一下的 哦 你说知义啊 那家伙最近名声响得很 我有一些走南闯北的朋友 在外地都听说过 据说 他早年求学时非常辛苦 要打好几份工 才能勉强坚持下来 不是有句话 叫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吗 照此推断 他以后一定是个 超厉害的人 嗯 和我们想的一样呢 不过 你们钓友会找他 怕是要白跑一趟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那小子什么都好 就是钓技不太行 他在码头钓鱼 偶尔也来我这里售卖 可是他的收成往往很一般 算不上岔 但也没什么好货 你们要是想招募会员 我倒认识几个钓鱼高手 那太好了 不过眼下我们还有点别的事 下次一边喝酒一边聊 好嘞 看人慢走 外地朋友都听说过 走吧 我们再去别处问问 喂 买鱼吗 一条三百摩拉 三条一千摩拉 物以稀为贵 今天剩的可不多了 你好 我们是鱼驾调研会的成员 想向你打听一些事 哇 他又换了个身份 鱼驾调研会 我可没做什么亏心事 别影响我卖鱼 放心 我们只是来做个简单调查 听说最近有个叫织翼的人 会在附近低价售卖鲜鱼 请问你知道什么吗 哦 原来不是冲我来的 哈 早说啊 织翼的事情我知道 我告诉你们 低价售卖鲜鱼 这事我没听过 不过 真是他做的也不奇怪 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太穷了 父母早亡不说 那个鱼鬼老爹 死前还欠了一大笔外债 没人愿意跟织翼扯上关系 他刚来码头的时候 年龄不大 身上穿着破烂的衣服 脑袋上还缠着纱布 也就是天叔给他一口饭吃 他才活了下来 不过直到现在 他也还是没什么积蓄 倒不至于连饭都吃不起 但你经常能看到他 为了挤摩拉 跟别人讨价还价 所以他出来卖鱼 我觉得一点也不稀奇 反正他也没多少鱼 爱不着我们的生意 哦 这话别跟他讲 不想让他知道 我和他聊过几句 感觉那小子 骨子里其实很在意 别人对他的看法 甚至有些自卑 不过站在我的角度 也没资格说什么 他已经比绝大部分人 都优秀了 人无完人 只希望他不要因此过得不开心就好 对了 幸会幸会 找本大侠有什么事吗 实不相瞒 我们初入江湖 听说独孤大侠消息灵通 所以来打听点事 这真的吗 有人 有人夸本大侠消息灵通吗 那当然 我们听说独孤大侠是一位心地善良 有问必答的大侠呢 太好了 你们想问些什么 这条街的事 本大侠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哇 这个人连小孩子都骗 那 不知道独孤大侠 听说过知义吗 那当然 是最近大人们经常聊到的 知义哥哥吗 本大侠听过许多他的故事 比如 有点记不清了 好像都不是什么大事 本大侠还是喜欢 听那些刀光剑影的侠客故事 这一点我深有同感 那独孤大侠记不记得 大概是从什么时候起 大人们开始经常聊知义 哦 这个我知道 大概是两三个月以前 以前大家提到知义哥哥的时候 都是用一种让我不太舒服的语气 但从两三个月前开始 忽然就多了很多喜欢知义哥哥的人 知义哥哥还给过我糖吃 所以大家聊知义哥哥的优点时 我也很开心 果然 果然什么 我是说 果然独孤大侠就像传闻中那样心地善良 也 也没有那么厉害了 对了 我还看到很多不认识的人 经常在街边聊知义哥哥的故事 他们一定是好人吧 没错 太好了 那下次见面 我一定要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攒下来的糖 也可以给他们一颗 没错 你也可以把他们的行踪告诉我在沿上茶室的朋友 我的朋友也会好好招待他们的 谢谢你 大姐姐 不客气 那我们江湖再见 江湖再见 听出问题来了吗 问题 什么问题啊 知义的名声不是很好吗 老孙和老高都说了他的好话 独孤朔好像也很喜欢他 没错 但问题就是 这突如其来的名声 有点好过头了 突如其来 好过头 那是什么意思 以职抱怨 求学辛苦 这些事足够他闻名相理 但老孙说 他在外地的朋友也听说过 这就有点夸张了 你还记得 独孤朔对那些故事的评价吗 其实 那才是大部分人正常的反应 敬佩 但没那么感兴趣 更别说 他的各种正面评价 是在最近的两三个月内集中出现的 他小时候的事 他求学时的事 他与邻居的事 明显不是最近发生的 为什么在最近才传开 这么说的话 好像确实有些古怪 当然 如果只是这样 我不打算管 知意出身贫寒 出钱让人宣传自己的事迹 这在我看来 还在游戏规则之内 问题是 你听到老高对他的描述了吧 他一直生活穷困 收入都花在了求学 游历 我认为他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 没错 那事情的性质可就变了 或许有一股藏在黑暗中的力量 想要借此燃指黎月七星 这是最坏的推测 但往往越糟糕地推测 越激进真相 燃指七星 听上去好严重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就算现在去问知意 他也不可能承认的吧 首先要搞清楚 是谁在帮他 不必担心 我已有对策 还记得考察中的 时事方略环节吗 我说过 上面的规划 在他们上台后必须落实 所以这份规划 代表着他们的立场 暗中帮助知意的人 必定想要在他上台后 谋取利益 既然这样 从知意提交的规划中 就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走 我们回岩上查试 知意的规划条目众多 想要短时间内 找出其中的破绽 并非一事 我将报告分成两堆 因我各看一堆 看完后 我们来交换一下情报 明面上的考察已经结束 按照规矩 不久之后 我就要公布结果 必须要尽快调查清楚 很紧迫呢 不管天书如何看待知意 知意都能称得上 天书的得意门声 他做事 应该不会留下 特别明显的证据 好好思考一下吧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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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被夜兰分走了一半 收下来的还是很多 护士 我认识 从来 多小时候 小时 他太大了 过了 …… 我认识 对 我认识 你 我认识 你 有 我认识 你 我认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看了那么多 头都开始疼了 稍微休息一会儿吧 哦 看来我又是第一个回来的 哎 我记得你是夜兰的小跟班 伤华 你回来就意味着 对前卫的调查结束了 没错 我走访了各个商会 打听到了最全面的消息 期间不知道吃了多少闭门缸 多亏我技高一筹 别卖关子 直接说 是 夜兰大人 我先说结论 大部分和前卫接触过的人 都会先痛骂他傲慢自大 但紧接着又会给他一个相当不错的评价 飞云商会的小少爷说 前卫虽然看着傲慢 但做事却极有章法 而且只要契约签订 无论对方是平民还是富豪 他都会一视同仁 完全没想到 名声是否有造假的可能 有没有办法查到他名下产业的账目 按理来说很难 但怎么说呢 我打听了一圈才发现 前卫几乎所有账目都是公开的 从哪进的货去哪里卖出 原本应该是机密事项 他却完全不设防 前卫往往能看到别人发现不了的商机 可他大赚一笔后 就像是玩腻了一样 转头就把所有的商业秘密公开出去 摆明了一幅 让你们知道有如何 你们还是玩不过我的态度 偏偏这样的人又能赚到钱 真让人火大 好奇怪的人 感觉他做生意不是为了赚钱 倒像是 像是为了验证一些结论吧 难怪他的那份规划颇有见谛 原来他已经亲自做过许多实验 我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 那还用说啊 当然是因为我本领高强 永远快人一步 不 不 应该说是快你一步 你 算了 我不跟你吵 要不是顺路处理了一点别的事 我早就先回来了 叶兰大人 明博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说说看 总务司那边说 明博每次着急的时候 说话就会磕磕绊绊 特别是与陌生人聊天时更是如此 但和他认识几天后 基本就可以正常交流了 整个总务司对他的风评都很好 因为他总是能考虑到别人忽视的问题 那依你看 总务司对他的评价是否有夸大的成分 我觉得没有 明博的名声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按照小宇的说法 总务司的许多事物在施行前都会让明博再看一遍 他点头后 大家才彻底放心 哦 对了 曾经有一个总务司的人欺上瞒下 被明博狠狠地训斥了一番 据说他生气的时候非常可怕 不过我没见到 哇 我也很难想象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一样 眼见未必为实 现在我大概懂了 辛苦你们了 去休息吧 另外 规划书看完了吗 我们再去看看 单看其中的每一条 感觉都挑不出什么问题 唯一让我感到奇怪的 是这个清虚谱再开发计划 清虚谱本就有许多秘密 过去惹脱龙王在那边大闹一场 更多的秘密被深埋在地下 后来不知道从哪里兴起一个流言 据说清虚谱下面埋藏着巨大的宝藏 于是在很久之前经过七星批准 开采队在那里进行过一次试探性挖掘 那挖到宝贝了吗 并没有 遗迹的尽头非常坚固 除非用特殊炸药轰开坚固的岩石 否则无法继续向下挖掘 但当时技术并不成熟 于是挖掘工程就停止了 宝藏也就只成了一个传说 我看织翼的规划风格 重在解决问题 挖掘宝藏风险很高 不像是织翼会做的规划 然而单凭这一条 还是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想要宝藏的人太多了 盗宝团 余人众 甚至包括离岳本土的许多势力 你那边有什么头绪吗 挖掘 工程 宝藏 我们是不是在规划书 看过类似的东西 没错 致意说 如果有合适工程 会让黑眼场优先开动 原来如此 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的话 事情就变得清晰了 致意想让黑眼场 去挖掘清虚谱的宝藏 难道说 给致意支持的是黑眼场 不 不太可能 黑眼场的老底 我以前查过 现如今 他们跟各方势力 没什么牵扯 黑眼场内 确实存了一些特殊炸药 但花费这么大的力气 只为拿到一个危险的工程 未免有些得不偿失 不过 既然线索指向了黑眼场 那我们就过去看看 很可能会有什么新的收获 没想到前尾明博 和我们印象中的都不太一样 之一 其实也有另一面吗 四处找找 有什么线索吧 这个是记录 从背面来看应该是账本 不过似乎也被当成记录本来用了 虽然不知道是谁写的 不过不觉得有趣吗 新人 会是谁的人呢 夜来是怀疑那些新人有问题 没错 如你所见 那些新人中 已经有人升任组长了 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 等到清虚普在开发计划实施时 他们起码也是技术骨干 届时 他们可以做很多手脚 比如抄露地底的密文 或是偷取地下的宝物 想象一下 如果不是我们有所怀疑 等到知义提出 由黑岩厂进行开发时 我们最多去重新核实一下 黑岩厂的背景吧 其实黑岩厂没什么问题 只是关键岗位被换了人 就算我们决定连人一起查 这么长时间 也足够他们伪造好身份了 这就是提前布局的好处 真是好手段 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有道理 如果我们没发现的话 传说中的宝藏 就要被别人拿走了 这背后到底是谁在搞鬼呢 那就得问问这几个新人了 走 我们去找那边的宫人打听一下 那个 我们想向你打听一下那几位新人 哦 是想向他们学习吗 那几位新人 身体素质是一顶一的好 悟性也不错 各种技术学得飞快 哎 唯一的遗憾就是 他们晚上经常抱团出去喝酒 却不让其他人跟着 可能还没有完全融入进来吧 过短时间应该就好了 抱团出去喝酒 这附近好像没有酒馆 岂不是要跑很远 那当然 按照他们的说法 是直接回离岳岗 到万明堂去喝酒 今天放工后下了场雨 他们倒是老老实实 在工地待了一段时间 可雨一停 立刻又出去喝酒了 年轻人经历旺盛 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原来如此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看来我们赌对了 那几个人确实有问题 回离岳喝酒 亏他们想得出这样的借口 十有八九是去交换情报 碰巧今天刚下过雨 地面上会留下脚印 虽然不觉得 他们会这么容易暴露行踪 不过还是跟上去看看吧 似乎确实是朝着 离岳岗的方向 难道我们猜错了 不必信计 他们果然没去离岳岗 而是往那个方向走了 门印到这里就消失了 不过看脚印的方向 他们似乎是去了 那个废弃房屋 我还没有乱 到了 我回来 我回来 走了 我们确实来晚了一步 这里应该是那些新人与幕后势力接头的地方 不过所有证据已经被销毁了 这一堆灰烬就是刚刚焚烧过的书信 会不会有煤烧完的 比如烧了一半 火突然被风吹灭了 那种小概率事件基本是不会发生的 我看过了 所有的纸张都充分燃烧 只剩下灰烬 那要不我们回黑炎厂等他们 反正他们总是要回来的吧 未必 这里应该是他们用过的据点 但现在什么都不剩下 很可能是幕后那些人为了防范我们的调查 提前一步把他们带走了 那不就是所有的线索都断掉了吗 别搞错了 我们此行的目的 原本也不是找到什么切实的证据 只要推测出织意背后是谁就够了 刚刚进来的时候 我就闻到一股奇特的味道 那些新人大概觉得把信件烧掉就安全了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不同地区出产的纸张与墨水 焚烧后会有不同的味道 真的吗 我什么也没闻到 你闻出什么味道了吗 有一个地方气候苦寒 只有一望无际的冰原 那里的一些有钱人 会将花香加入墨中 寓意每次提笔 能在纸上留下些许春意 带有香味的墨水焚烧后 便会留下这种特别的气味 没错 这点证据很快会被风吹散 没办法靠它将凶手抓捕归案 不过对我来说已经足够 知道了对手是谁 就可以制定下一步计划了 夜兰大人 可算找到您了 我还以为再也请不到您了 你是谁 不用紧张 这位就是与文渊商华同略的五佩 之前我让她去查 知义平时接触的人 因为知义喜欢钓鱼 五佩认为 她可能与附近渔夫水手相熟 所以乘船出海去打听消息 我在岩上查试给她留了字条 让她回来后到黑岩厂找我 这样万一幕后主使在黑岩厂设服 我们也不至于孤军奋战 那么你在海上有打听到什么消息吗 属下无能 实在没打听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附近的渔夫问了个遍 也没谁跟知义有什么交集 因为风浪太大 我不小心再到海里去了 好不容易才被人给捞上来 回来之后 听说您在黑岩厂 我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就马不停蹄地赶来支援了 哦 天书说 知义曾经从一位渔夫手上买了份食谱 这个消息你也没打听到 哦 我不知道啊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听我说夜兰大人 所有的渔夫我都问遍了 哪有什么食谱啊 那就有趣了 那锅特别鲜美的鱼汤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鱼汤 什么鱼汤 没事 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个突破口 抓到切实的证据 如何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不坏的方案 不过五配 你说说吧 不瞒您说 我也试过跟踪之意 然而内思实在太警惕了 没有和任何可疑人员碰面 看来不能丁烧了 不 丁烧还是有必要的 不过在丁烧之前 需要做一些铺垫 铺垫 你接触情报工作久了 就会明白 世上没有任何人能永远保持警惕 特别是当他觉得自己快要赢了的时候 明天上午 我会在月海亭当众宣布他的胜利 那之后 你猜他会做什么 别忘了准时过来 否则可就看不到好戏了 天书 天书 已经到齐 那我也该宣布这次考察的结果了 天书星的重要性 无需我过多重复 天书将考察候选人的重任交给我 我也必须要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在场的就我们几个 不用藏着掖着 直接说吧 前卫有许多开创性的想法 但是细节设计不足 而且性格容易与他人激起矛盾 明博四平八稳 但进取不足 而且性格难以扶重 相比之下 织意各方面较为均衡 而且在黎月风平颇为不错 本着对各方负责的态度 我准备向黎月七星 上报织意的名字 什么 那个 恭喜 谢谢 说实话 听到自己的名字 现在还有些意外 不过在我看来 我们三位 无论谁 都有当选天书星的可能 作为竞争对手 我对你们两位的才华 再清楚不过 不知两位是否愿意留在我身旁 帮我分担一些工作 再说吧 我现在心情不好 不想思考这种问题 我没问题 只要能做事 那我这边没什么事了 致意好好准备 不久之后 会有人通知你上任的事情 希望你认真做事 不要让天书失望 我不会愧对这个位置 唯有这点 请各位相信 那我先告辞了 回去收拾一下 然后再到外面吃一顿 作为庆祝 各位要一起来吗 我就算了 实在没有这个心情 质疑看上去放松了不少 现在正是盯梢的好机会 喂 那边的旅行者 你给我讲讲 我到底哪点不如他 你要是答不上来 我可不认这个结果 我也 想知道 糟糕 被缠住的话 就走不掉了 你们先跟上去 是 总算摆脱了 燕兰大人 执意往飞云坡的方向走了 跟上去 动作要快 执意 真的投靠鱼人仲了吗 连天书都夸他很厉害 为什么这样的人 要为鱼人仲做事呢 还不好说 等再见到他时 应该就会真相打败 抱歉 燕兰大人 人根丢了 对方的反侦察能力太强了 我们没有把握 在对方不发现的情况下 进行叮伤 怎么会 连燕兰的手下都 难道说 执意并没有放下防备 依旧很警惕 不 根据五配的说法 他比平时松懈得多 应该说是本能吧 他对周围任何视线 都很敏感 怎么会这样 不必自责 毕竟是天书 亲手交出来的人 有这种本事也不奇怪 就像让你们去跟踪天书 你们也会被他绕得找不着呗 没事 执意最后去了哪里 新月轩 他进去的时间很短 我和五配在外面守着 没过多久 一个穿着打扮和他完全不同的人走了出来 五配觉得 那人的气息与之意有些相似 可如果上前确认 一定会被他察觉 我认为一旦被发现 今天的行动就毫无意义了 哪怕将他就地逮捕也没用 我们没有证据 所以我阻止了五配 然后在这里等夜兰大人 那大块头则进了新月轩 去打听情报 做得不错 鱼不吃饵没关系 只要他还在水里 总有抓到他的办法 关键是搞清楚他要做什么 走 去新月轩 我说你这次 那么大一个人就在你眼皮底下换衣服走了 你都不问一句 更衣化妆本就是顾客的次有 我哪里有理由过问 好像是这么回事 但你就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就算有什么不对 我也没有权力上前阻拦啊 好了 先不要吵 长话短说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刚刚那人到店后买了什么东西 哦 他没买什么东西 只是取走了很久以前预约的一瓶酒 酒 没错 是一瓶狠烈的酒 辛辣醇厚 一般的客人不会点 而那位先生 很久之前就在我们店订购了 刚刚只是来取走而已 酒 酒壶 原来如此 我们走 去哪儿 西谷居 打扰一下 琳琅老板 我记得 枝翼前不久 在你这儿订购了一套酒具 我们是枝翼的朋友 听他说 您这里的货 好看不贵 就想过来看看 啊 可以呀 不知道两位想要什么款式的 嗯 我们对酒具没什么研究 干脆跟着枝翼选好了 不知道枝翼看中的那套长什么样子 能否也让我们看看 那套酒具 前不久之翼先生已经来取走了 是一套高讽的古代酒具 看上去颇为华贵 不瞒二位 这样的酒具 我们手里的也不多了 枝翼先生买走了一套 剩下来的这些 价格恐怕还要再涨一涨 放心 价格好商量 不会让琳琅老板吃亏 不过有件事我还不太明白 枝翼买的那套酒具 包含酒杯在内吗 那一套的酒杯可以单独购买 最少一支 最多四支 向枝翼先生就买走了两支 多谢琳琅老板 没想到一套酒具里 有这么多讲究 我们再回去好好考虑一下 可要尽快 晚一天的话 说不定就卖掉了 几位客人慢走 事情麻烦起来了 还不是某个大块头 自称实力派侦察大师 但丁烧个普通人 都有被发现的风险 你不是也做不到 因为我本来就是交易派 难道你要和我比身体素质 无法反驳 叶兰 我们的计划是不是失败了 找不到枝翼的踪影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过他为什么要来星月轩买酒呢 为了庆祝吗 那可不是普通的庆祝 什么意思 首先 知意并不叙酒 甚至因为他老爹的原因 一定程度上讨厌喝酒 如果是单纯的自我庆祝 他不会把仅有的一点钱 花在昂贵的烈酒上 更不会买一对酒杯 这是庆宫宴 和站在他背后的那个人 举行的庆宫宴 那个人必定喜好烈酒 而且极有身份 所以才需要用到 看上去昂贵的酒具 符合这样条件的愚人众 集中在哪里 你们应该知道吧 愚人众官员 应该在智东国使馆 或者北国银行 多带点人 把这两个地方围了 叶兰大人 要动手了吗 我第一个支持 想什么呢 是秘密件事 知意警惕性高 不代表跟他喝酒的人 警惕性也高 既然这样 我们换个人盯烧就好了 对啊 如果知意买酒 是要款待谁的话 我们跟着那个人 就能找到知意了 可叶兰大人 如果被发现的话 可能会上升成外交事故 我知道 但你没发现吗 知意是把他的一切 都堵在了这里 想要抓住他的把柄 我们也要冒一定风险 执行命令 另外多做几手准备 在所有知意 可能去的地方 都留人观察 放心吧 叶兰大人 知意不好 对付 但愚人众官员的动向 我们一定会摸个清楚 我在茶馆等你们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愚人众官员 多半会在夜晚行动 你也去准备一下 之后我们再沿上茶室碰腾 正好 文员刚刚传来消息 愚人众大使游苏波夫 不久前独自离开使馆 往秦虚谱的方向走了 秦虚谱 那不是知意写在 规划书里的地方 看来他们把街头地点 选在那里 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秦虚谱 魔物丛生 也因此人际罕至 选在那里 就不用担心被人撞见 不行 我们现在就去把他们抓起来 走吧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们此行还会有意外收获 遗迹众多 魔物丛生 路过这里的行人 往往会绕路离开 以前我调查过这里 大致记得上次开发的入口 走吧 这里虽然曾经开发过 但内部结构错综复杂 不能保证地下绝对安全 施工队当时曾留下一条安全通道 如果能找到的话 此行会方便许多 不过 还是做好战斗的准备 下手要准要快 不要弄出太大的动静 放心吧 我们可是很专业的 对了叶兰 你的那三位跟班呢 他们去哪里了 他们另有要事要做 等下再与我们会合 时间紧迫 我们就先行一步 你们看到了吗 难道说 他就是来剑之翼的愚人中大使 他好像从内山门进去了 那里就是叶兰叔的安全通道嘛 我们快跟上去看看吧 施工队留下的通道 不过已经被关闭了 强行突破有很大风险 在周围找找有没有别的路吧 水面降下去了 咦 快看 那边是不是出现了新的通道 一样玩 美兰 猫草 雕像也亮起来了 原来如此 现在应该可以移动那些雕像了 门开了 我们快进去看看吧 嗯 闻味道就知道是好酒 难得你费心了 来 咱们干一杯 你先来 请 抱歉 呛呛了 这么烈的酒 我也是第一次喝 以后你会慢慢习惯的 跟我们做朋友 酒是不能少的 我尽力释养 一杯酒下毒就撑不住了 这点酒量怎么行 当初看你面不改色地 往辅料里掺毒 拿去给自己的老师煮汤喝 我还以为你胆子有多大呢 来 再倒一杯 我们边喝边聊 好嘞 我那也是赶鸭子上架 下毒这种事听着就让人手抖 我这个人胆子小 每次下毒都得回家躲几天 生怕被人看出来 我知道你不容易 我的朋友之前真是辛苦你了 但不得不说 在下毒这方面 你确实是个天才 我们从智东带来的毒药 原本和这酒一样练 你通过研究 做出了不易察觉的慢性毒 又想出了用鱼汤下毒的方法 用鱼腥味中和毒药特殊的酸色感 反而使鱼汤更加鲜美 你是怎么想到的 有一天钓鱼的时候偶然想到的 也多亏这个方法 不然我也没把握 骗过天书的眼睛 厉害 厉害 今后鱼人众 也会给你应有的支持 帮助你彻底坐稳天书心的位置 当然 你也要乖乖听话才行 除了清虚谱的事情外 我们这儿还有一些要求 之后会让你去做 放心 只要是您给的任务 我一定全力照办 你们听到了吗 下毒 天书最近身体不适 原来是直义干的 他果然是个大坏蛋 我们快把他抓起来 不急 你应该带流影机了吧 没带的话就先用我的 这样有趣的画面 必须要好好记录下来才行 真是好久 外交问题 迟迟没有进展 还有那么多人 惦记着清水谱的宝藏 我也很头疼 这次事情办完 我终于可以顺利交差了 多亏了你啊 知义 我第一次见你 就知道你肯定会和我们合作的 喂 你还记得我当时跟你说的话吗 当然记得 您对我说 像我这样出身卑微的人 再怎么努力 也根本没有竞选天书星的资格 唯一的办法 就是在当下的天书星最晦暗的一刻 刚好是我最明亮 我对此深以为然 没错 按照正常流程 你和别人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看看你的两个竞争对手 钱围有财产 名博有名望 而你呢 你什么都没有 只是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野小子 所以我决定帮你 我们愚人重 有一句老话 对于快要饿死的野狗 只要一根骨头 就能换他一辈子看家护院 是 感谢你的厚爱 要我说 你最大的优点就是听话 你只要好好办事 从此以后就不会再缺钱花 对于人重以外的人 你大可以耀武扬威 不用顾虑什么 老高说 知义骨子里很自卑 看来是真的 他担心 越往后自己优势越小 于是在愚人重的劝说下 决定立刻动手 留影机的底片还有吗 那就拿好吧 接下来 应该才是今晚的重头戏 能不能有所收获 就肯置疑地表现了 还有酒吗 满上满上 今天我高兴 多喝点 等一下 你送我回去 剩的不多了 来 我给您倒上 您要是喜欢 下次 我再买一些 好酒啊 真是好 这是 是 执 执翼 你 你在酒里下了毒 什么时候 很惊讶吗 有素伯父先生 你 你怎么敢 有什么不敢的呢 为了坐上这个位置 我耗费了许多年学习和思考 甚至不惜在最后 对自己的老师下手 花了这么大力气 难道你真的以为 我会甘心给你们当傀儡 我再也不想向任何人低头 自然也包括你们 愚蠢 没了愚人 中给你做后盾 你怎么坐得住这个位置 而且 我平白无故 消失不见 使馆 上上下下 一定会找你们要一个交代 看到角落里那堆甘草了吗 甘草的下面 有满满的炸药 旁边那间暗室中 还有您派去黑盐厂的三位卧底 确认您失去意识后 我会在这里放一把火 火焰顺着甘草 缓慢烧到炸药 坍塌的遗迹 会将一切掩埋 你 你是想 在黑盐厂 我留下了一些 你与卧底联络的证据 很快两起失踪案 就会被关联起来 真相 也就慢慢变得清晰了 愚人中在黑盐厂安插卧底 窃取了爆破遗迹的特殊炸药 先要趁夜深人静 哄开坚固的地砖 拿走深埋在此的宝藏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 却出现失误 造成所有始作俑者 意外身亡 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使馆不会再要什么交代 反而会把一切 归咎为您自作主张 这样 既能解释为何您要单独行动 也能把它们自己摘干净 当然这些都与我无关了 我会因此取消清晰谱在开发计划 成为没有把柄与污点的田书星 哈哈哈哈 执意 你觉得这样就万无一失 毒药的调动 我们之间的接触 包括我今晚的出行 在愚人中 可都是留了记录的 我死后 自会 有人彻查 记录 哦 您是说 您的副官提奥凡手里的那份记录吗 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在您接触我的同时 我也在接触您身边的人 今天下给您的毒 就是提奥凡亲手给我的 他会帮我收拾好手尾 毕竟您长眠于此 对他也有好处 他对您的位置 可是垂涎已久了 那个叛徒 这一 你 安心去吧 今晚过后 所有人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有知情者 要么被清理掉 要么成为我的共犯 再见 有素波夫先生 这时候我考察了一下 你在这里留了三条逃生通道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我让人把他们全都喂了 你也可以少一些徒劳的尝试 这场闹剧差不多该结束了 刚才的整个过程 我们已经用留影机拍下来了 要看看相片吗 闹剧 不知道夜兰小姐是指什么 我碰巧发现了愚人众再次的活动 一番须与微移之后将她放倒 夜兰小姐不介意的话 不妨跟我一起调查此事 还打算继续狡辩吗 没关系 只要化验她身体里的毒 确定跟天书身上的是同一种 就足够定罪了 没什么想说的 就到此为止吧 带走 一朝不慎 满盘皆输 是我大逆了 你们是跟着她找过来的吧 没想到我藏得住自己 却忘了这个家伙 我们谈一谈吧 叶兰小姐 我曾说过 我不会愧对这个位置 唯有这点 我可以保证 所以呢 等我上任之后 我也会保证你的利益 包括今天在场的各位 我都会予以后待 我用了不光彩的手段 这一点我不否认 但像我这样的出身 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不是吗 你到现在还没有认识到问题所在啊 你觉得呢 没错 直言 聪明人一生会编造很多借口 然而这些借口能骗得了别人 唯独骗不了自己 你说自己想赢得他人的尊重 这没什么错 但是天书从未看不起你 不是吗 他对你一失一赴 你却用毒药来回报 从这一刻起 你的做法 就已经背离了当初的目的 别说了 我 当然 更残酷的其实是 你以为自己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达到目的 但就算你什么也不做 天书依旧会给你这个机会 他是世上最相信你的人 甚至可以毫无怀疑地 喝下你端来的鱼汤 别说了 人生就像锤吊 容不得半点焦躁 做人做事 都不可急于求成 我年轻的时候和你一样 也总想着证明自己 后来才意识到 事情并不总会如我预想的那样发展 把心沉下来 才能继续前进 你还年轻 要耐得住寂寞 要相信自己 不必靠外物去证明你的价值 知语那小子人哪 怎么过去这么久还不来看我 也许是因为太忙 下次再来 没有一锅刚炖出来的鱼汤 可不让他进门 不管你想起来了什么 到监狱里再去慢慢回忆吧 差点忘了 如果让愚人种植到今天的事情 监狱恐怕也会变得不那么安全 想要两头通吃 就要做好两头受魄的准备 不过现在 我可以再给你一个机会 抱歉 接下来我会很忙 明天上午我们再盐上茶室碰面吧 这里的炸药我会派人带走 之后我要去见一个人 需要我们帮忙吗 不 说不定会有点危险 还是让我们这些专业的人去做吧 放心 只要对方配合 就只是一场心平气和的交易而已 明天见 早点休息 不过毒素对身体的侵害 恐怕并非一朝一夕能够恢复 白竹先生 我父亲他 也不必太过担心 按方子抓药 每天坚持服用 最多两三年就能彻底痊愈 幸亏发现得早 要是再晚几天毒素侵入脏府 可就真的危险了 没想到这么稀有的毒物都能找到 愚人种那些人 门路挺广的嘛 可惜遇到了我们 散他们阴气不好 那天书 我们就先告辞了 这段时间 切记不可过于激动 好好休养 放心 我心里有数 谢谢你们了 你们来了 这次的事情多谢你们 等会儿我来泡茶 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啊 之前感觉经历衰退 现在脑袋却越来越清醒 这样来看 挑选天书星继承人 似乎没那么紧迫了呢 叶兰 你来了 事情处理得差不多 我也抽空过来看看情况 委托到此结束 天书 在我看来 知义不适合坐这个位置 前尾和明博 倒是可以培养一下 辛苦你们了 唉 都说人心已变 可真正经历过之后 还是会有一种萧条感 是我的错觉吗 总觉得天书 并没有很惊讶 不要小看天书 他如果真的对知义深信不疑 就不会委托我来做这个考察官了 按照一般流程 其实是由月海亭负责考察 我说的对吧 天书 是啊 平心而论 我也想发自内心地相信他 但我必须对天书星这个位置负责 其实刚认识知义的时候 我也曾怀疑他接近我另有目的 于是暗中做了许多调查 结论是 那时的他确实没有别的心思 只把我当成是一个普通的调友 从什么时候开始 连他也变了呢 我并没有直接举荐他的想法 但我打算给他一场公平竞争 出身和名望在许多人眼中很重要 但我反而不怎么看重 我刚刚当上天书星的时候 也没什么名气 许多事还需要拜托甘雨姐姐出面 我真正欣赏的 是那孩子聪明 而且不服输 知义确实是个聪明人 而且很谨慎 从情报来看 愚人众那边对他的警戒度很低 但知义还是为下毒做了充分准备 他选用新月轩的烈酒 以烈酒的辛辣掩盖毒药的酸色 同时选在愚人众官员喝得半醉 警惕性大减的时机偷毒 他在买来的酒壶中 安装了方便藏毒与下毒的暗格 壶中烈酒逐渐减少 他便自然地摇晃酒壶 让暗格中的毒药落入酒中 事后我们还从他身上找到了一些解药 一旦愚人众官员表现出怀疑 知义会跟他一起喝下毒酒 然后另找机会服下解药 可是毒药对身体的侵害 嗯 如果他真的喝了毒酒 即便服下解药 也会留下极大的后遗症 就算对自己他也没什么犹豫 执意现在怎么样了 牢里蹲着呢 用燕妃的话说 世上所有的犯罪都要付出应有的代价 不过他倒是还算配合 没有拒绝我提出的交易 所以我会加派守卫 保护他在牢里的安全 防止愚人众暗中对他下手 交易 是说逮捕之义的时候 叶兰跟他说的话吗 没错 我对之义没什么兴趣 如果这次的事情只涉及之义 我半路就可以丢给手底下的人去做 不过涉及到愚人众 事情就变得有趣一些了 我感觉能抓到一条大鱼 抓到了吗 差一点就能抓到 可惜最后还是让他给跑了 天书 叶兰 你们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听不懂 知义勾结愚人众谋求天书星的位置 反过来也可以解释成 愚人众干涉天书星选拔 那个叫犹苏波夫的愚人众官员在我们手上 配合知义的口供 就可以在外交场合继续进攻 另外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 控制犹苏波夫的副官提奥凡 将他作为一颗打入愚人众内部的棋子 这种棋子非常关键 在一些场合能派上大用 无力不起早 你以为我在这里忙些什么 妈妈妈 成功了吗 成功了一半 前半部分进行得很顺利 所有资料已经移交给了宁光大人 不过当我们联络到提奥凡的时候 发现这个人已经失踪了 连同所有的证据 应对这么迅速 恐怕愚人众那边也有双眼睛盯着这边吧 我从其他渠道拿到了情报 执行官妇人插手干预了 愚人众的主要力量不在这边 妇人应该也只把这当作一步险棋 让提奥凡跑了虽然有些可惜 不过知道哪些执行官还盯着黎月 我下一步工作也有了方向 说起来 燕兰 你有接任天书星的想法吗 我记得几天前在岩上查试 你也表露过这样的兴趣 在我看来 你的能力也足够胜任 那个啊 当然是开玩笑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现在的生活 有危险 也有刺激 虽然都是在暗中活动 但升任天书星 可就没办法真正投身到黑暗与危险中了 好了 说了这么多 我也该走了 过几天还要出去一趟 得提前准备一番 叶兰要去哪里呀 当然是 暂时保密 不过 按照你们爱管闲事的性格 今后多半也会卷入到什么麻烦中去吧 说不定我们会在下一个危险的地方再会 在那之前 可不要麻痹大意哦 毕竟盯着你们的势力也挺多的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问天书吧 毕竟经过这次的事情 天书也欠你们一个人情 对吧